大家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昨天开始的第一波 就是昨天的生命的录音之夜 那弟兄姐妹我也常想 我们主日崇拜能够像这样子 就不晓得该多好 每一场主日你都要占位置 然后还安排保留席 然后进来 哇 大家抢位置住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当然这是一波又一波的生命的邀请 然后昨天在晚上这样的一个 圣诞海洋之星的故事里面 看到耶稣行大人的故事 其实相跌的在生命里面 应用里面 时代里面 战争里面 苦难里面 灾难里面都相跌在一起 你认识耶稣吗 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的话 我们还是想在那日子 神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今天从那日子所连出来 就是智慧 比如说还有十年 从现在开始连到十年 每一天都是你的智慧 而智慧所述说的 不是你堆积了多少荣耀 而是你在这其中看到 存留下来的有多少 好 我们进入到今天 跟大家分享的 在那日子里面 刚刚所读的圣经里面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罗德的妻子在她故事里面 亚伯拉罕德 一点也没有述说 罗德的故事的内容 没有讲话 没有对白 没有事迹 没有工作 连她的婚礼都没有讲 但是我们来看 有一天 罗德看到她的太太变成炎柱 罗德的女儿 看到她的妈妈变成炎柱 他们无疑问昌天吗 是的 他们说为什么 弟兄姐妹 有一天我们是不是要 一样的问为什么 那我们今天要来试想 那个日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全部 但是我们要学习 在读圣经的时候 也许你看到结论是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那请注意哦 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 好像都没有记载 罗德妻子的事迹 为什么她是一个hawker 为什么她是一个焦点 她今天讲的 如果我们要开始学习 要开始看圣经 要知道什么叫 按着正义分解正道 她里面有个脉络 一直在讲那个日子 而那个日子也是 耶稣借着这个比喻 对法利赛人 文士 长老 祭司 百姓 讲的 你们要懂这件事情 什么事情呢 她都朝一个日子来讲 日子 人子的日子 不是你们所能够明白 但是你们一定要去面对的 人子她降临的日子 还有 有如挪亚的日子 人子的日子 要像那日子一样 然后人子的日子 显现的时候 也要像罗德的日子一样 那日你们要看到 生命里面 你们要回想 有一天罗德弃子 也是如此 好 那如果这是那日子的话 我们来看 启示录里面 有很多在生命里的警告 我们进入到今天 我们能够在警告里面 得着生命里面的故事 今天的大纲 第一个 智慧人的劳碌 无以无知的结局 这是一个很重要 我现在这里 就对第一个大纲 提出三点 等一下我们要思考 第一点 那一天 什么叫智慧人 所有智慧人 就是我们在座所有的 我们都很喜欢听 那种成功神学 能够带给你 生命里面的智慧 丰富荣耀成功 各方面祷告 得应允 我们都很喜欢这种 这种祷告跟信仰 但是 所有智慧人 请你面对一件事情 一个叫做 没有一个人躲得掉 叫做时间 时间使我们面对一个 叫失智 也叫失忆 这两种会面临 进入到所有的博士 董事长 所有有成就的人身上 你说我没有失忆 我没有失智 听你讲话就知道 你已经失忆了 你就知道在生命里面 你失去了很多东西 那我们来看 这些东西 就是时间 第二个 没有人能够明白了 这叫做人心 你现在开始面对 每一个日子 其实早就知道 人心充满了败坏 而你的成就 都建立在 人心的脚佐里面 第三 时机 你这一生 全部成功的 但是时机不对 你的所有成功 如同泡沫 一样的人生 成为 一生叹息 难道我做错了吗 弟兄姐妹 有多少人生是这样 第二个 生命里面 不是要淘汰坏人 保留好人 生命 今天我们要来面对一个挑战 生命是淘汰 好人跟坏人 只存留 完全人 那我们今天就来思想 完全人跟好人 有什么差别 这世界有很多好人 所做的事情 没有一件事做错 但是废人一样 我们几个简单的例子 有一个公司 有一个职员 老板看到没有什么用 只好说 不然你来管理 做管理的部分 给他死打 原子笔 你就要管理 来使用 文具 纸张啊 这些 你就管理 然后他就很高兴 我管理 我是管理 然后有人在申请 这些文具 请你写公文 要大家写公文 他写公文 好好 我再申请两盒原子笔 你公文 我现在公文的格局不对 重写 后来人家看到 这很累 原子笔又不是很贵 纸张也不是很贵 算了 不跟你申请了 那我们自己买 自己买 他就很高兴 我保管 保管得很好 一年过后 以后 一年过后 他很高兴 来跟老板 邀功 我今年把 你所交通给我的 全部保留住 没有一支 发出去 都没有浪费掉 任何一支 弟兄姐妹 我们来看一件事情 他保留了 三千块的 这些文具的成本 但是大家 在他们当中 所做的 生命里面 大家自己付那些钱 发挥了 三十亿以上的功能 然后他呢 领了六十万的薪水 保留三千块 弟兄姐妹 这叫废人 好人吗 都没有做坏事吗 尽忠职守吗 对 尽忠职守 那这世纪有多少好人 是这种样子 叫做没有用 搞不清状况 第三 要回想罗德日子 你在眷恋什么 好 以下时间 这一个智慧的 一个考量 你预备好吗 难怪圣经会说 那些人在这个段说 主啊 主啊 我不是为你 做什么 做什么 主说我不认识你 生命里面 不要以为 你是一个好人 这世界里面 神最痛恨的 就是假冒为伤 让我们在以下时间 真的来思想 神的心情 当我们来看 这个故事 那日子的时候 我们先来看 共通点 神说那日子 都会提到一个 神的号角吹响 然后在 格林多前书 有说那号筒 是末次吹响 然后在 启示录讲 第七位天使吹响 那最后有一个号筒 七支号筒 第七位 第七支 就是末次 一再讲一件事情 那一天成就的时候 大家还是平安 稳妥 大家都觉得没事的时候 正要平安过日的时候 圣经说那一天 被提的故事发生 什么叫被提呢 以下时间大家都要预备 这一生成功的人 这一生非常丰富的人 为什么到后来都会 不胜唏嘘 说了空虚捕风的话语 弟兄姐妹 他们不了着什么叫被提 心里面有底 心里面很清楚了 过着喜乐的日子 虽然外面没有什么 可以显赫的 但是 其实你自己知道 扪心自问 自己知道 那我们在看 这个故事的时候 第七支天使 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 天上有声音说 世上的果成了 我主和主基督的果 你要看到 坐在自己位上的 二世卫长老 就面糊一地 这跟启示所讲的 情景完全一样 那一天就成就了 主基督的果 主基督的果之后 还有七晚的灾难 所以那些被提的是 逃掉最后的灾难 弟兄姐妹 在生命里面 他不是对一般外面的人讲的 这个被提的信息 是对信徒讲的 所以才要了解 一个撇下 一个留下 一个被提 好 生命是一个提醒 不听 不在乎 也就算了 弟兄姐妹 有些人有机会听 但是他却失落 圣经写得很清楚 首先我们来看 那一天 人的无知 圣经这里讲到 又吃又喝又取又嫁 又吃又喝又去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罗亚日子也好 罗德日子也好 弟兄姐妹 请问 吃喝嫁取 买卖 耕种盖造 哪一件是违法的事情 哪一件是坏事 全部都不是 甚至是积极的人生 甚至是智慧的人生 甚至是有制度 有体制的人生 做得很好 各方面 弟兄姐妹 不只是这一所说的 罗亚日子 圣经在讲 该隐的文化 那边所塑造出来 有各种音乐的祖师 还有序幕的祖师 还有很多的铁匠的各方面 各方面人的文明建造起来 但是神在那天说 当我看到 世界上的人 文明起来的时候 他们心里面所充满 净都是什么 恶 那个恶怎么来讲呢 吃喝嫁取 难道是恶吗 只是随己意而行而已 心中没有神 那个灵的感觉 已经失落了 神说 我在这个心中忧伤 这一切 弟兄姐妹 在那天 还是这一句话 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 事情会来 弟兄姐妹 什么叫智慧 智慧 我们不要说财主好了 因为没有人要承认自己是财主 但是你讲到财主的比喻的时候 就是这样 我用智慧的人 你比较愿意接受 好 那我们就把它相叠在你生命里面 那天神说 这个人 他心里面有一个判断 我的出产 我的收获那么多 没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所以他有一个判断力 他还有一个计划的能力 那个能力要使自己有安全感 所以他会说怎么办呢 那安全感就是 那我在我生命里面的计划 跟筹划里面 好 我要这样做 我要建造各样的一个仓房 而且都有分类的 都有分类 这个机械方面的 或者是 这个 哪一种类型 哪一种类型 都分类很好 财务的 或者是 这个粮食的部分 好 但他这样 劳碌一生 做完以后 圣经说 他很得自我的安慰 自己对自己的灵魂说 我的灵魂啊 你可以安安依依的 因为所出产的 所收藏的 可以让我们多年使用 甚至下一代 弟兄姐妹 这样的就是 现在很多智慧人的人生 但是神对这种智慧人的人生 说了一句话 无知的人 无知的人是什么呢 弟兄姐妹 无知的人 就是你一直以为是智慧 所以神才说 心灵人要的是智慧 犹太人要的是神迹 都要有自己的想象 信仰 我认为 我认为 但是神说 真正的 在生命里面 实价的故事 活在真正的 神的智慧里面 神要的是这个 并且神让这个 大家以为 与所的实价的故事 要让那些智慧人 见羞愧 好 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理论 弟兄姐妹 生命里面 圣经讲 又买 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字句记得 又买 又买 这个商业行为 又耕种 又改造 这是一个建造的行为 在吃喝 嫁取当中 这是一个社会行为 全部都是 真正的一个 政府的体系 而这政府体系 带动人类的文明 那我们来思想 最近 不是说最近 从以前到最近 都一直出现各种 这种 我必须要跟弟兄姐妹讲 这是绝对错误的观念 银山宣教 七山头的建造 都是 一直把人 把人 从教会带出去的 骄傲的一个道路 这特别在最近的 基督教机构里面 越来越多 工商人员的团体 成功的工商人员的团体 成功的政治人员 经济人员 教育人员 我们这个山头 因为教会做不到 所以我们这种人来做 弟兄姐妹 现在很多的这种山头 一直在起来的时候 哇 教会在那个 第一 承认自己做不到 还好有这些人 还好有这些人 第二 这些人出去的时候 我们做的是职场教会 我们做的是特别 这个艺人教会 我们做的是什么教会 但是弟兄姐妹 开始标榜 我们自己成功的方向 跟面向 弟兄姐妹 在这故事里面 我不太想去讨论 他们的东西 因为这也是 生意的一个观念 好像对 不管前面所讲的 八大新法 就是六大原则 所研发出来的 市场原则 销售原则 还有怎样呢 还有团队原则 跟品质的一个考验 当然我不想讲这些 这些本来就是对的东西 但是把这些来代替 人生命的方向性 你的标杆在哪里 变成自我的骄傲 来 弟兄姐妹 这时代看到 七三头 根本不是圣经的观念问题 圣经没有讲七三头 圣经唯一讲到七座三 是那邪恶的巴比伦 那大淫妇 头上所带着七座三 圣经唯一讲七座三 就这里 但是被魔鬼应用了 弟兄姐妹 今天讨论这个七三头 一个一个骄傲起来 我们不属于教会 我们在我们政治圈里面 我们在我们经济圈里面 我们做了很多 封功为业的事情 我们这基督徒团企 站在这边 哎呀 教会是一个软弱的地方 是一个逃城 真的不行可以去那边得安慰 而我们这对世界有影响力的 我们在外面 弟兄姐妹 在故事里面 我常说一件事 神有一天会说 你一直喊主啊主啊 我不是在那里做什么 在哪里做 在那里做什么 主说我不认识你 今天神说 神要用的是教会 要的是教会 而教会是神用宝血所买属回来的 神要在这个地方 让教会在时代里面 说出基督的奥秘 天上 地上 执政 掌权者 要让他们知道 基督百般的智慧 就在这里 弟兄姐妹 也许我们要承认 这些人做错 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 教会不长进 也没办法 教会不长进 难怪大家各自三头起来 所以三头是错误了 教会也错 今天在这一聚会 唯一的方向就是 向着标杆直跑 重新建造教会 让教会站起来 让教会在这时代里面 耶稣基督有救恩 耶稣基督有道路 耶稣基督有能力 今天以无所述所说的 是什么 每次看奇妙真神 靠着家给我力量的 我凡事都能够行 然后再出人意外的平安 其实弟兄姐妹 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机会 弟兄姐妹 在这新的故事跟时间里面 我们教会 我不敢说我们教会 最少我必须要站出来 挑战这时代 很多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思想 时代 对教会重新考量 你到底真的在建造教会吗 还是走世界左右 向左向右 要不然在前面里面 很多的引导 错误的引导 弟兄姐妹 我今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 都应该要留意自己 前面不要讨人的喜欢 左边右边 不要去走人的社会行为 你会浪费很多时间 唯一你要负责的 就是你后面的人 因为他们在看你 所以你的儿女 你的小组员 你的弟兄姐妹 在后面看你 他们想跟你 所以你必须要清楚 你在跟谁 所以神最生气的就是那些 后面有人 然后他自己不进天国 还不让后面的人走 如果是一个罪人 神会想办法 以他同在 帮助他 鼓励他 但是如果自认为是义人 然后不愿意 在神的教会里面 尾声 弟兄姐妹 这会出很多的问题 阻碍了后面一大群人 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 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一个 把它 通通把它隔开了 我们这一三月圈的 我们这是政治经济圈的 我们是家庭的 我们是文教的 教育方面的 还有艺术方面的 领域的 最后什么 最弱就是什么 就是教会 所以今天教会一直在萎缩 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讯号 教会在萎缩 但是大家都不以为意 连教会也不在乎 为什么呢 看到这种理论 原来我们教会越来越萎缩 不是我的错 所有牧者会得到安慰 原来不是我们的错 弟兄姐妹 今天说当牧者 说当小组长 要知道 神要用的这些领头羊 审判要从领头羊开始审判 但是求主帮助我们 这时代经过这样的一个 摧残之后 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 时代一直在出现这种问题 在我三十年传婚 不要说历史 几千年来 说我在侍奉三十年 已经出现过两波到三波 这种样子 教会就是要投资 教会就是要应用这些资金 教会就是要听这些长老的话 教会 看看长老在教会三十几年 你只不过三年一聘 听谁的 所以在教会里面 当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教会停滞不前 教会是谁的 弟兄姐妹 很多教会吵这个 我们教会从来不吵这个 弟兄姐妹 因为跟都跟不上 哪有时间吵这个 教会向着标杆直跑 只有让你越来越幸福 你会觉得很累吗 跟上你看看 你突然发现 跟上的感觉 外表看 一天有用四十八小时 但是你自己跟 你就知道 那担子是轻神 二是容易的 外面看 好丰富 里面走 很轻松 批评你 有必要这样吗 但是弟兄姐妹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 要知道那美善 在生命里面 在这条道路里面 神的使者 视为安盈保护 看顾你 这个都是我们最近在讲的 弟兄姐妹 很多人都不了解 视为安盈保护你 因为你根本没走道路嘛 神干嘛 拆遣十字来安慰 保护你 你一天到晚 玩酒吧去 天使要去吗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好好思想 真正的教会 是这样子 教会里面 我们有很棒的工商人员 我们有很棒的 医师 律师 都是很棒的 博士 教授都有 但是每一个人都 委身教会 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 都是那么柔和谦卑 都像新的人一样 音乐家旁边做一个 五音不全的 弟兄姐妹 不要勉强一起合作 不要勉强 注意哦 不要一起合作 演奏 但是可以一起合作 坐在一起 然后勉励他 鼓励他 笑容 在一起多美好 一起唱歌 这样子过了十年之后 他会跟你一起合作 生命里面就是这么奇妙 已经发生很多故事 在我们当中了 如果是这样 那我可以参加音乐教育吗 不行 你要先参加圣经课程 好 圣经课程我早就参加 那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参加音乐课程 你就会发现 经过十年 我从五音不全 到看的东谱 到小提琴 到演奏唱笛 弟兄姐妹 不是痴人说梦话 这样的故事 已经发生在很多人身上 请你想 神在告诉我们 教会是什么 弟兄姐妹 教会不是淘汰坏人 请记得这句话 把他们全都灭了 把他们全都灭了 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完全人 可用的人 弟兄姐妹 还记得刚才所说的吗 你时机不对 你的人生可夸耀 变成空 但是神要告诉你 这是世界的时机 对不起 你现在神的道路的时机 也不对 那就更惨了 神说我要用你 你跟神说没空 弟兄姐妹 圣经有没有这种比喻 都是比喻都在讲这些 你不要说没空 没空 没空 你真的是没空 有一天 神开门开门 神会对你说没空 弟兄姐妹 在故事里面 你会说 我以前不是做 是做这个 做这个 弟兄姐妹 生命要做到 及时的事情上 一杯凉水还记得吗 你要侍奉 当那位弟兄 当那位姐妹 你帮助他 一杯凉水 做在需要的人身上 我必须承认 在这些年日子里面 我得罪很多 非常富贵的人 但是弟兄姐妹 我心里面也常想 有必要这样子吗 有钱 有事 不是对教会很好吗 弟兄姐妹 我花很多时间 在罪人的身上 在可怜的人身上 在那些需要的教会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 我不是自表清高 我是尝到那美善的滋味 我知道这真的很棒 为什么呢 昨天查经有没有讲到 你帮助 帮助那穷人 就等于 借钱给上帝 神会不会还 不是我讲的 是谁讲的 是真言讲的 弟兄姐妹 结果真的都应验 十一奉献 我们试了四十年 弟兄姐妹 现在已经不是test 不是试了 是把握这种秘诀 十一奉献 敞开天上的窗户 为你请下来 弟兄姐妹 帮助穷人 这不是试验 起初是试验 没错了 到后来已经变成 生命的智慧了 笑容 我在讲过 最早是试验 后来变成是真实的 我现在说笑容 对那些不喜欢的人 你要笑吗 弟兄姐妹 好吧 假笑也可以 生命里面 要让你的脸孔柔和一点 气得要命 真实 你可以变成笑容 从假笑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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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天你会变成 试过 原来是真的 柔和谦卑 加上温柔 你会发现 喜乐的人生 临到你身上 那喜乐的故事 使你生命健康 喜乐的故事 使你看清楚 人的另一面 你说 一个撇下 一个被提 不是一样吗 弟兄姐妹 去体会 看得出来 看得出来 就好像很多音乐家 我看着你脸孔 就知道你发生点在哪里 有一些艺术家 看着一个石头 就知道里面是 长什么样子 有一些美术画家 一个画纸 摆在前面 端下很久 流泪了 那张纸告诉我 主题在哪里 你跟着那张纸的 那个主题 跟着画出来 一幅画出来 就是你感动流泪的话 弟兄姐妹 昨天的舞剧 也是一样 你看着耶稣的故事 这样的情景 这样的情景 就出现了 你就把生命 感动的情景 放进去 感动你自己 感动很多人 生命一直在 给我们这种灵感 你知道吗 也许会说 太无情了 这些 那些儿童什么 不是很可怜吗 弟兄姐妹 耶稣要进 迦南地的时候 神怎么说 毫不顾惜 全部都除掉 毫不顾惜 全部都除掉 以西节这里所讲的 最后那一天 毫不顾惜 不要同情 全部都除掉 全部都除掉 他们没做坏事 他们只不过 灵里面不对而已 没有那个灵的 弟兄姐妹 那不是跟 狮子老虎走兽一样 弟兄姐妹 没有灵 有一天 所有走兽 不管好狮子 坏狮子 都归以尘土 不用姐妹 那不公平 对自己人就比较好 不用姐妹 对犹太人 也是一样 你还记得 犹大国最后 如果是北国 早就如此了 犹大国 神一直保留 给他机会 到最后那天 神容许 加勒底人 就是巴比伦 既然对以色 对犹大国 毫不留情 老 少 处女 还有儿童 全部都除掉 我不要 不要 弟兄姐妹 神早就讲过 就像姚将 所中的器皿一样 我稍微做 不合我的意 我就随时可以丢掉 因为我随时可以塑造 新的属于我的 少罗 你本来条件那么好 我可以立刻说 我不要 我立刻寻找 合我心意的 弟兄姐妹 在我们生命里面 你知道什么叫完全吗 神要用你的时候 请你在神面前说 我是一个完全人的话 我随时都愿意 虽然我的能力不够 但是我愿意 从你愿意那天 你就超乎想象的 如同那无饼二义的小孩一样 他什么能力呀 什么能力都没有 但他愿意 他超乎想象的故事 就出现在他身上 也因着这样子 我们来最后思想 所以那个日子你要想 神在等罗德出来 神在等罗亚进去 你一进去 时间到了 你一出来 时间到了 拿河 你把你家人都带来 带来那一天 时间到了 全部分开 其他的我全部都不要 我只要那个 合我心意的 弟兄姐妹 秘诀 你无法了解 从你的位置说不公平 从神的眼光来看 这是我要的 公不公平 其实在心灵里面 你自己知道 机会在你手中 你自己不在乎 弟兄姐妹 不是好人坏人 而是在乎不在乎 在乎的话 神看得见 厌重 弟兄姐妹 我非常在乎 所以我不在乎 得罪很多人 但是我在乎教会 我在乎教会 请全心全力 在教会里面 然后我亲眼看到 这些儿童 这些小朋友 一个一个成长 我心里面感恩 快乐 使我生命 越来越重新得利 相互得益出 弟兄姐妹 这些故事 也要离到你身上 你的小组 你的家庭 你的一切 都正在更新 正在更新 如果你愿意 听这句话 从讲到 一直到现在 信不信 圣灵一直在掌管 我感觉到 从一开始讲到 一直到现在 圣灵一直在掌管 如果你愿意的话 生命在这时刻 就是分别的时候 那一天 娶七个 品下一个 我们不是都一样吗 我们不是做 相同的工作吗 弟兄姐妹 只有神知道 内心你想的是什么 好不好 当我们在故事里面 寻找这些心情的时候 昨天 在这个 生命的 舞蹈的戏剧里面 海洋所带来的 生命 苦难 灾难 危难 使我们看见 绝望 痛苦 事局的一个恐怖 使我们失去了亲情 失去了我们所爱的 我们除了哭泣 我们能够对这个天地 说些什么话 弟兄姐妹 这世界灾难 直到如今 你跟神说不公平 你跟世界说不公平 另一边也要跟你说 你不公平 你要吵哪一边对 不然你要试试看 去看我们正论节目 就知道 到底哪一边对 吵个没完 这个世界就是如此 如果你要跟他们 谈那一团浑水的话 你这一辈子没有答案 每天都想摔电视 这个就是人生 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 分别出来 生命就是一个智慧 有一天你会看到 从你看到恩典 神的荣耀 在神的荣耀 你会看到 你一直以为失去的公义 在那荣耀里面 都在等着你 去迎接 那是直到永远的 再次求主帮坐门 当我看到这些故事的时候 教会最大资产 不是钱 是人 这些年轻人 我甚至有些都不认识 但他们的可爱度 是我熟悉的 他们生命的那种笑容 是我非常熟悉的 这是我们教会的基因 弟兄姐妹 请你一直进来 进来在教会里面 一起成就生命里面的邀请 我们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谢谢你 知道你在爱我们 正在爱我们 正在引导我们 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让我们去摸着主你的爱 能够在这条道路里面 摸着主你的爱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 我们摸着的是主你的手 你牵着我们的手 我们就开始移动我们的脚步 我们一移动就知道 生命的主权 跟生命的神迹就打开了 原来这是一个顺苦的道路 谢谢你 献上感恩 让教会就是教会 让教会 这时代的祝福 这时代的光 谢谢你 献上感恩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